但是好像全医院的人对他都惠莫如深 据了解 这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已经在走廊里待了超过600天 病人都叫他走廊医生 据我们的记者进一步了解 这个走廊医生叫蓝月峰 曾经是绵阳市人民医院的超声科的主任 而如今他每天就是坐在走廊里 时而看看书 时而发发呆 偶尔有病人过来咨询 他帮忙解答一下 医院的工作人员跟他好像就是末路 在我们的记者拍摄的整天时间里 几乎没有一位医院里的同事和他说过话 从好端端的一位科主任到如今的走廊医生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的记者呢找到了蓝月峰的家 是我不和他们同意合污 是过渡医疗 是我挡了他们的路 蓝医生原来是绵阳市人民医院的超声科的主任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做B超 那么说蓝月峰挡路 那他究竟是挡了谁的路了呢 蓝月峰先后在内科 急诊科 超声科 医疾办工作 并担任过超声科 医疾办的主任 由于他是绵阳市人民医院超声科的专家 所以蓝月峰经常要参与许多重症患者的会诊 蓝月峰告诉记者 经常会有人因为一些小毛病到医院 医生会先把人收住院 凭空说他患有很严重的疾病 然后让超声科做相应的检查 并配合抽据 显示患有重病的检查结果 我就很自觉的 就是和他们默契的配合 知道他是先收住院的 我会给他写一点点问题上去 大概要住好几天院再来做检查 然后就会 住院医生就会和患的时候 我们和你 我们给你治好了 我就可以出正常报告 今年一直是这样 在2009年5月 当时还是绵阳市人民医院 超声科主任的蓝月峰 参与了给一位53岁住院病人会诊 正是这次会诊 让他和医院彻底决裂 医院的临床医生 已经给一位下肢不舒服的病人 开好了手术单 下肢血管手术 即安装心脏起搏器 他的心理是在60次以上 又是整齐的 怎么可以就说按心脏起搏器 我又调查了一遍 调查了一遍也是这个 蓝医生认为过分了 几经犹豫之后 他决定将真实的检查结果 交给临床科室 最后这位患者没有做手术 就出院 蓝月峰却被叫到院长办公室 从此以后 蓝月峰在医院被几次 免职复职 最终成为一位 每天得到医院上班 却没有工作岗位的走廊医生 蓝月峰告诉我们的记者说 这几年在他所在的超声科 这样的怪现象还真是不少 蓝月峰给记者看了 他们超声科的一些检查结果 这位患者检查的部位是妇科 而在他的超声描述里 竟然写的是前列腺 这位患者检查的部位是心脏 他的超声描述又说起了肾脏 这位患者检查的部位是甲庄腺 超声描述的却是双眼 在蓝月峰给记者看到的 这些检查结果中 让人云山雾罩的结果比比结实 在我们医院现在就诊的一个 就是特色就是弱势群体 比如说工厂的 还有就是流水的那些农村的 不太了解我们医院的 在蓝月峰担任超声科主任期间 经常会对科室的工作进行抽查 他发现在他的超声科 一天竟然会查出好几例卵巢囊种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例的卵巢囊种呢 一个卵巢囊种我们搜进去 大概在当时就是5000块钱左右吧 如果按30%的利润 我们就赚1000多块钱 看完此视频后 您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 无视 就到没看到 二 将此视频放在您的朋友圈 让更多人有所感悟 传递这份正能量 给自己和家人 积福积德 希望网友看到视频 动动手指转发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 多一人看到 就能少一份伤害 转发提醒 感恩感德 或搜索微信号 VIPTT86